再贵的床15天后也会爬满200万只塵门 一年四季都好用的发热暖垫 只要加热4小时 就可以去除95%的塵门 客服专线02-8791-9010 急睡眠长大了 上人班养生暖垫 改善过敏症状 加入QR Code 了解详情 大家好 童文城突破童文城 我是童文勋 我是江青 我们第一段还是来讲 这个香港的问题 那我们昨天呼吁了就是必须要Be Water 不要莫忘初衷 你们刚开始走上街头的时候 运用这个Be Water 其实效果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中共最擅长的就是撕裂分裂 然后你一个群体走出去的时候 其实它很容易渗透 那今天为什么香港的反送中可以坚持到今天 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出来的都是年轻人 他们是同学 他们是彼此认识或是走到路上不认识的都没有关系 因为他是非常年轻的年轻人是学生 你要渗透学生是不太容易的 他们还维持着对于真理跟信仰的这种天真 我甚至在这几天有看到一个被采访的 他是化名年轻人 他是18岁的年轻人而已 他竟然说 他本来是第一线的时候 他在中文大学的时候 他18岁 他是被排在勇武派的中间 结果因为他周边的人就是一个一个倒下来了 可能中了这个蛋那个蛋受伤了倒下来 他变成在第一线 然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这一代没有被污染 我们的教育是相信公义 相信正义的 这个就是我在2004年的时候 到2008年这段时间 我在香港的街头看到那些小孩子 这小孩子没有被污染 可是他说 这个18岁的年轻人怎么说 他说可是我们的下一代不是 我们的下一代 他讲现在在幼稚园跟国小的这些孩子 都已经忽然来了 是 他们已经从小就被 施以这种所谓要爱党爱国的这样一个教育 所以他认为说 如果他们这一代没有扛住的话 下一代就没有希望了 一个18岁的孩子 他自己还是孩子 他说他要为香港的下一代负起责任 动人 这是非常动人的 非常让人佩服的 可是be watered就是因为你们是这么的干净 你们是跟全世界的相信人权跟正义的人 是同轨的 同轨的 是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你们这群人怎么可以被牺牲掉 对 那我想起那句话 这些人都可以说 苍浪之水清晰 苍浪之水灼溪 都是water 都可以做有些功能 做一些事情 所以做苍浪之水 我觉得be watered越来越富含社会运动的哲学 我也认为be watered会变成世界一个很重要教材 这的确是在网络的时代be watered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的新策略 这是过去没有的 过去接竿起义都是还有陈胜吴广 现在接竿起义到处都是起义 找不到陈胜找不到吴广 这就是be watered 我记得李白思有一句 我拿来形容这一次香港的be watered是最好 叫抽刀断水 什么 水更流 抽刀断水水更流 就是中共也好 说是港府也好 他们现在这个动作 就是一直在做抽刀断水的动作 可是答案李白老早说很清 水更流 这就是be watered 抽刀断水水更流 好 那现在为什么还是有一些人坚守在他们所 比如说在中大或是在理工大学 是因为港警根本没有要放他们生路 他们就是要斩草除根 他们认为那些人就是所谓的陈胜吴广 他们对于这群人他要抓起来之后 马上让他们面临的是十年的有期徒刑 对要抓人 那现在来了就是 我们一直说台湾应该有难民法 对我们要救人 大家好 这顶帽子代表您对T-Coin的认同 虽然这是一顶认同帽 但是团队非常认真设计 这顶帽子没有办法被防 因为帽子的内衬使用的是一种远红外线的高科技的纤维布 但这个纤维布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因为它有远红外线 而且它是有助于散热 所以是冬天它是可以保暖的 但是夏天它有一个特质它是可以散热的 那远红外线它有活化细胞的功能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这顶费蕾帽是一举处得 不仅是认同支持T-Coin 数位货币隐秘不可串改的特性 以及区块链会把所有的花费记录的清清楚楚 谁得到了这个T-Coin 谁因为什么原因 怎么样的交易 所以都是完全是可靠 然后投资的人也可以隐秘它的名字 所以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永续发展的 建立台湾主权的道路 解决所有台湾现存的 这么多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就从T-Coin的认识号开始 希望这个提案的各项目能够完授 然后可以超标 支持T-Coin的发币成功 在一年来 一年来对不对 超过一年了吗 超过了 一年来民进党执政 他们跟我们的辩论是什么 一年来我们在讲 因为香港的问题开始激烈起来 一年来 那他们跟我们辩论是什么 他说我们有移民的规定啊 陆委会 海基会 然后这个总统府 都说我们有移民的规定啊 可以移民 不对 他骗人了 你看这些年轻人现在面临的是 十年有期徒刑 是啊 他是政治犯 那十年有期徒刑 他拿不到两名证 用移民法可不可以进来 这根本进不来 来了以后 他们根本在台湾目前 没有适当的法律 让他们可以在这里自力更生嘛 你那个法律就是要让他们 能自力更生 或是说台湾 老实讲 这些香港年轻人 很多国家都要救了 对啊 你当一个中途岛嘛 对 你做中途岛 台湾变成他们这个 逃向自由的中途岛 这个是应该台湾的 这时候的任务 所以你难民法过了以后 你就有足够的资源 足够的预算 足够的人力去布局这些事情 然后让这些不管是合法进来 非法进来的 那个香港的年轻人呢 能够在这个地方 能够先settle down 那当然如果他们愿意留下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要欢迎他们留下 我们应该要好好讨论 对 当我们讲到预算的时候 很多人会以为说 因此台湾要付很大的代价 才能够收留这些人 错 我们会赚到很多钱 这叫难民经济 是 我们这样子说是要说给那一些 整天在想说 你要去打好算盘的这些人听 你会得到难民经济 事实上你用德国过去几年 接收了百万以上的难民 其实结果是德国经济更好 没有因此而德国经济变差 不是 而且他收的是北非的难民 是啊 我们今天收的是香港这些 收了高等教育的学生 是 那是完全两回事 这个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那当然我觉得这是人道 这也是人权 台湾是人道立国 人权立国 崇尚民主法治 自由 平等 这些价值 那台湾在这时候 就是台湾要向世界昭告 台湾是一个国家 当中共在制造难民的时候 我们原究难民 我们就是一边一国 这不一样的国家 就是更应该要在这时候 拿出你的道德的勇气 然后你拿出你自己 对于人权的坚持 这个今天救别人 其实就是明天人家救你的基础 今天都不做任何事情 然后明天在那边喊说 为什么没有人来救我们 那这个其实这种哀嚎 其实某种程度是没有意义的 其实这时候就是应该要 人积几积 人逆几逆 看到香港人在逆水的时候 我们要出手相救 我们要出手相救 那当然在这个出手相救过程里头 我有看出来 其实中共一直在制造很多讯息 然后丢到台湾来 叫台湾人不要管香港人的事情 这个其实是他们在网路里头的一些 非常丑陋的 非常无人性的伎俩 他们其实在制造 甚至于还有什么德国记者 在制造一些这种 我看起来都是中共代理人 不要以为这个 中共代理人就是一定黑头发黄皮肤 我告诉你 现在金头发蓝眼睛的 很多是中共代理人 你要小心 德国之音出过那个染红的问题 十几年前就发生了 是啊是啊 中共对于这些各个国家的 买很深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台 BBC 美国之音 这个电台 德国之音 法国广播 他们都渗透的很厉害 不要以为是美国人 或什么德国人 讲话就是真的 你还要看他的访问 他的讲话是 都是在歪曲事实 在扭曲事实 然后在跟中共一台 一个口气 一个鼻孔出去 在打压香港的人 我觉得没有关系 这就是一个照妖镜嘛 对啊 德国之音那篇采访 大家看不懂吗 你这样欺负一个年轻的年轻人 对啊 事实上他可以很容易 如果他真的有准备 他认为 他本来可能对德国之音 没有防备嘛 嗯 他如果有准备的话 他就会知道说 当他问他说 这些勇武派 我怎么知道去 街上打茶抢的是 我们学生的这一群体 是啊 有混进来的警察 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啊 是 为什么要有负责呢 是 可是他很诚实的 把他全部都扛起来 你知道吗 是 所以其实大家看得懂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 你越是这样做 其实我们就越知道 我有朋友把那个 处境很艰难啊 他们现在 中共他们已经把这个 那个德国的这个访问啊 又还用那个简体制这样 然后把它包起来 然后来说怎么样 他也传给我 我第一句回给那个 传给我的人说 这个德国记者很差劲 很有问题啊 我马上就直接说 是啊 我也不多说 我也不去帮这个 被访问的这个女生 讲任何话 最重要的话不在这个女生 最重要是 这个德国记者 根本就是走狗 就这样 就这样的认知就对了 我觉得这个完全不可理议 那这种在这个时候 就更可以看到 人的人格高低了 而且我现在看起来 西方人很多人格也很低下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看得很清楚 自己出丑而已嘛 所以我觉得那个倒不重要 那重要的还是回来 就是台湾 你利用芒果干 想要吸收选票 可是口惠而食不至啊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更 严厉的挑战蔡英文政府 说你不过难民法 这个历史会记载 无论如何你在这时候 装睡叫不醒 这是不可以的 那面对香港的问题 台湾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到我们的政府 采取什么样有效的行动 所以 导致有非常多的NGO 民间团体他们采取的行动 他们都出钱出力 来做这些事情 很动人啊 做得很很好 可是这是来台湾人民做的 那这些人会不会感觉到说 那政府什么事都不做吗 会耶 蔡英文政府 你自己要去想一想 你这样做 你这样有真正是得到人民的mandate吗 人民这时候 把这个票权给你的时候 是希望你出手相救香港 不是不要 他可能觉得他民调很高嘛 我们最喜欢的 所以才会希望能力 和我们最喜欢的 有什么 把这个票杀了 要统一也好 要独立也好 都不应该是用欺骗的方法 应该是 一步一步告诉大家 它怎么样可以做到 统独之争 不要用讲的 用做的 新台币跟美金并行 然后在上面我们做一个虚拟货币 叫台湾独立币 你说我们是不是要有 去跟美国建交的宣打团 重视65岁以上 能不能延长他们对社会贡献的时间 这十年的时间 它的智慧应该要被收集 然后放在AI里头 就是台美币的执行项目里面有一项 应该有一项 就是收集这些有智慧的思考 然后事实上启动这样的一个独立的运动 不能每天老是去募款 应该要有一个可工作的环境 以及可工作的技术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永续发展的 建立台湾主权的道路 解决所有台湾现存的这么多人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就从Tcoin的认同帽开始 好啦 帅 帅 帅